Hello! 欢迎来到Sofia的频道 今天呢来做一个与时节目的主题 那就是跟我一起剪头发吧 那我们就走 就是在这边的话 女生剪头发会比男生要更贵 女生剪头发的话是15欧 而且就不一定是所有的理发店都会剪女生的头发 它有一些理发店就是只剪男生 而且就是在这边的话 如果有理发店就是 你会需要询问 有一些就是只有女生来服务女生 就不一定是没有男生服务女生混合的那种 然后 其实我现在头发也不是那么的长 但是就是夏天而且我已经不想用这么长的 我觉得好麻烦 那废话不多说 你就来剪头发 你们也看到了我拿的是这种大剪刀 其实什么剪刀都可以 只要是你的剪刀够锋利就行了 然后 最好是 我看到很多人就说穿一件旧衣服 什么免得头发卡在里面 但是我又不想剪的那么精细 我就只是想修一下就行了 就觉得很麻烦 而且我只有一个想法 哪有那什么旧衣服不要的衣服 然后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想剪头发的话 大部分时间 我今天因为拍视频 所以才在自己的房间 其实可以去浴室 但是大家就尽量不要 就是还是要把头发收起来 因为这一边跟国内其实是一样的 就是它的下水道是比较窄的 而且就是对于亚洲女生的头发 用那个下水道的那种溶解剂 是不太容易溶解的 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是因为欧洲这边的女生的发质 都比较细软吧 反正就是那种东西 对我们的发质不是太有用 然后以免有更多复杂的问题 大家还是把自己的头发收集起来 好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剪头发 第一步呢 就是先要拿个梳子 把头发梳梳梳 然后我看他们很多人就是 分两个区 然后剪 我就先分两个区 其实我有在节目里看到别人就是剪头发 然后就说 其实剪头发很简单 就是如果你是想前面比较齐的话 就是在前面这个地方 我今天我今天就是想这样 先在这里扎一个 把它扎紧 好 好 然后再在你需要剪的程度 看看 到这儿好 就是你可以先剪短一点 不对不对 说错了 你先少剪一点 等你觉得 因为他少剪一点 他还有可以修的余地 这个样子太丑了 我先剪吧 我这个人呢 就是对于头发比较的不客气 因为我觉得头发就算剪坏了嘛 他还可以再长 所以我这个人就 对于头发这个东西就没什么留意 说剪就剪 如果就是大家 比较对自己的头发比较慎重的呢 就不要学我 就像我原来自己剪的那个丑油还一样 这样就对吧 对吧 好 好 再讲一下 如果你想后面一般棋的话 就是在后面打 打好 然后在你在你想要剪的地方 再记一个 然后你在你在学他剪 因为我是第一次用这种方法 我想在前面的话自己能看到 所以就在前面剪了 好 这是史上最短的一个视频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